立法院在今天又打起来了 这回是为了ECFA的审查 国民党团为了让ECFA禁副二毒 发动了人海战术 抢先民进党一步霸占了主席台 不过呢民进党立委也试图抢攻 双方因此挤成了一团 互相的拉扯推挤 甚至议事文书垃圾桶 以及发言计时器都满天飞 在混乱当中 王金平仍然宣布ECFA禁副二毒 不过民进党认为 这程序有重大瑕疵 他们无法接受 一听到宣布禁副二毒 令立委一边大声喊反对 一边打起人肉金字塔 一个叠一个从发言台 抢攻主席台 尖叫声中冲上台的绿营立委 通通被推下台 郭文成更直接撞上桌子 看抢攻失败 台下绿营立委拿起手边的东西 开始丢 一下子不管是易事路 还是红色的垃圾桶 甚至连委员发言的计时器 混杂着水杯通通飞上台 有人当场挂彩 镜头中原本戴眼镜的吴玉生 拿起手帕捂住右边的额头 都见血了 却还是坚守岗位 直到这一刻 这个一片混乱 而且主席台是乱的一个焦点 所以在那边看什么 大概没有办法看 那当然这个主席就是救他 这个所看或者是所听的 这一个情况来加以处理 那些人在那里挂 这都这个反对 还有那些人抓手 还有那些人发声 王金平说说不听 这才是真假先 这是一个重大的意识瑕疵 如果这个重大意识瑕疵 没有获得补质 没有获得完成的话 所有临时会变成没有办法进行 民进党团料想很快 不承认完成进复合读的程序 不让ECFA强度关山 民事计划中文报 民事计划中文报 关书 要是 每一个人发布